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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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哪有問題 這好像剛好有偷刀啊 一言不合就壞功 打去練武士打 基本上這個背光 牛鬼神神都有 他只有人道而已 他就真的是空手道 空手道啊 他是要帶傢伙來 又不知道是什麼情況 他當下接到電話是直接跟我嗆名說 反正我現在有竊盜前科 你們要報警抓我 沒關係 大家好 我是養哥 歡迎回到我們的頻道 那我們今天來的來賓呢 是我們這個陽光小馬 但是陽光小馬的名字實在太長了 我們後面就叫他小馬哥就好 小馬哥呢本身是念畫材 之前呢有這個 帶過一陣子的產線 算線上組長這樣子的 現在呢 整整已經吃了兩年的 輪班三寶飯 半導體業界的製成工程師 但是是要輪班的 所以我們今天就會好好跟小馬 聊一下說 畫材啊 到底念些什麼 到底不值得念念嗎 另外一個就是說 帶線這個工作其實蠻多 理工出身的學生啊 或同學都有 接到類似的工作 那去帶線 這個工作到底好不好玩 最後就是 我們在業界三寶 日夜輪班 什麼比較乾苦談的 這個也會跟大家聊聊 養哥好 久養 剛剛小馬一叫我就說 啊 這個聲音真是熟悉啊 熟悉的陌生人 熟悉的陌生人 還OK 這個還包含熟悉的場景 就像游泳池一樣的熟悉 畫材系的話 都是念些什麼為主 我們的畫其實 基本上都還是學畫工的專業科目 畫工的話 主要三大科目就是 攤型操作與輸動現象 就是以前他們說的畫工裝置 那再來還有畫工熱力學 畫工動力學 那現在又叫反應工程 這三個專業科目其實都是 否畫工廠之後的一些設計 去延伸出來的 對因為這聽起來就是比較像是 大型那種畫工廠他們產線 對 一些生產方法 或是一些生產方式的設計的東西這樣子 對就是在將這些 知識運用在真正的畫工廠 所以材料的部分的話呢 材料的話我們是比較偏向那種 材料的分析 再來是高分子導向為主 比如說高分子的材料合成 或者說一些材料的達成強度的測試 比較偏向是有機這塊 聽起來還是 其實還是傳統畫工的形狀 我感覺到了 果然這個與材料的部分 之後還加上去了 所以相對起來就是 無機類的 聽起來就可能會少了一點 不像真正的材料系的人一樣 我們可以去摸無機材料 或是一些金屬材料 那你後來研究所是做哪方面的研究 那只是說我們是有機的這種 對只是說我們 不算是用合成的方式 把這個材料弄出來 有點像是用比較特別的方式 就有點像是那個 殘寶寶在吐絲那種 我還以為是什麼 你說特別的方式 我還以為是什麼 用湧唱 湧唱 我可能要先準備自己要奏詞 先給我一份奏詞 這樣子大部分的同學 畢業之後 都有留在畫工業嗎 對其實 半導體業是比較強 因為畢竟賺快錢嘛 就是大家現在的趣事 六層的人都在半導體相關產業 剩下三層的話就是守在我們 原本傳統畫工的 就像台塑啊台劇這種畫工廠 少部分也有像鞋葉也可以 我們也可以去做鞋子 或是一些化妝品 房之類的 最後那一層的話通常都是一些 檢驗分析 我還以為就是說 家裡有礦的 那也包含在那10%裡面 作品業跟那種台塑的那種比較傳產的 它工作型態也會有差啊 比較不一樣 因為化妝品它比較像是研發那種 新的配方 然後再去可能用一些實驗 拿去看說可不可以符合人類使用 像台塑那種 他們就是做出最終的產品 就是像一些煉油的 或是塑膠的製品 兩個方向比較不一樣 產量的規模也落差很大吧 化妝品他們可能真的比較偏前期 就是說你配方調製還什麼的 然後真的調製完 可能說看代工廠幫忙生產這樣 也是有這樣 然後如果是化妝 那就是真的是大量生產 就是用燉蒜的 那如果在半導體的大部分 大家都在做些什麼類的 一樣都是那三寶 哦哦 主力就是三寶 主力的話都是三寶 那少部分的話 有些人可以去做FE 或是一些業務類 或者說像 Bender也有 但集中火力還是在三寶上 所以其實這樣看起來 還是會覺得說 如果化妝背景 進半導體業界 就是能用到的東西 還是會比較少一點就對了 對 因為主力的話 還是一些物理學的東西 電子物理那一塊 那化工的話 基本上 頂多可以針對一些化學反應的流程 你知道怎麼去走 或者是 怎麼預防一些被化學品噴到 還是怎樣的 就是等於說 比較偏一些化學反應的東西 你可能會 相對於那些念物理啊 或者是說念材料 因為材料可能比較多是無機的 就是他們 這一塊 反應他們可能會比較不熟 所以可能會有這類的優質 相對他們知道說 這個化學品到底有多危險 原來是這樣的 像你後來現在算是 絲齒科這一塊嘛 那你念 你念化工 這一塊的話 對絲齒科的反應 的了解會比較深嗎 相對有一些 思緒 應該是 有 有加分 比如說他用這個化學品 然後去吃掉它上面的 這層 FIN 的機制 你大概也許可以推得出來 你有那個邏輯在 就是不會說我只是死被 就是你大概有那個 脈絡可以出來 你這樣後來是什麼樣子的因緣機會 進到半導體這一塊呢 最主要是 向前看齊 對不對 向前看齊 所以那個時候 半導體業就 就已經有比化工好 那是2018年畢業 所以那時候其實 台積電還沒有結構大調情 對 因為以當時的風氣 台積是四萬五嘛 其實那時候台塑 可能 底薪加獎金 可能也可以 meet到四萬左右 台積又相對高工時高壓力 所以有些大部分人都想說 嗯 那我就在台塑 相對輕鬆養老 就不用去科技場這樣子輪班什麼的 所以那時候風氣我覺得是 一半一半啊 一開始就直接進到偏 就是 晶圓場這一塊嗎 那時候其實 可以直接去晶圓場沒錯 只是說因為 因為當時有一些職位也是要輪班 哈哈哈哈 沒想到一大圈 果然是果然輪班的 所以 所以你說 那時候就是 相對講也可能 因為一些晶圓場有缺出來 然後 但是你那時候 面倒也是要輪班的缺 對也是要輪班的 就想說 這不用那麼辛苦吧 對 所以後來決定想說 那不然先從 半導體的供應鏈開始 好 就是算周邊的這些供應鏈開始 那時候應徵的時候覺得 這間公司其實薪資福利還算不錯 前景也不錯 我就決定加入他們 最一開始的時候是 怎麼樣子的周邊的產業 算是幫 設備商那代工耗材 所以說這塊其實是 蠻有市場的 因為 畢竟耗材嘛 你用完就丟 越來越丟 就像我們一樣 最一開始的時候算是為一些 就是可能 外商的設備商 然後代工 他的一些parts 對 就是他們去 Assign 你說說 幫我代工生產 利潤在可能 分幾層這樣 你確定有到成嗎 會不會只是 毛三毛四 喝剩下的湯 喝 不是肉湯是米湯 所以那時候是哪一塊的parts 那一塊的話算是 食科機台的parts 主要的話是幫 食科 乾食科那邊會有通過一個 Plasma 有點像蓮蓬頭 可以辦法後製一下 那它主要的話會讓 那些電漿從那個孔洞裡面穿出來 再打到wafer上去 食科調你 不要吃的地方 那我們下面其實還有一個載台 紅心圓 那我們wafer就放在這下面 這上面的蓮蓬頭 跟下面的載台 其實它都是一種 耗材的原因是因為 你這個Plasma打下來 它會 所以時間久 它可能會有一些particle的疑慮 會污染到你的wafer 那所以在PM的時候 這兩個東西會一併給它換掉 這是有lifetime 你就要花錢買 聽起來就是會一直髒 會一直髒 對 那其實這種載台或蓮蓬頭 通常是什麼材料做的 這個其實也是silicon 所以你們最主要就是說 把silicon然後加工成它 他們需要的形狀 這樣子 加工成錢的形狀 好不好各位 你那個時間點 就是算是帶製造的產線這樣子 對 因為剛好在那個職位上 我算是負責管理 他們那條產線 其中的一個小站點 也是偏酸洗類的站點 需要帶一些upulator 一些OP作業員們 也兼任還有其他很多的工作 要調查一下 Lucose 低費的問題 業額的問題 聽起來是同胞 聽起來是一把瑞士刀 對 線上的瑞士刀要立的好 還是不立的好 這個很難回答 雙面認比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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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像大家 接到這一份工作的話 你會建議大家說 怎麼去思考說 這份工作會不會適合自己 帶線啊 帶OP 有什麼比較雷的地方 或比較有趣的地方 帶線的話 其實要分兩個層面來看 因為 第一個的話 你一定是要帶人 對 你要應付你的下屬 第二個的話就是 你要再回來應付你的上司 所以就是 一入職場 你就是一個三明治 對 你就是一個三明治 你就是被夾在中間的夾新品 你就是中間的線料 軟爛軟爛的 本質學能的話 我覺得應該是 你要出一些Data 加強你一些 什麼資料統整的能力 比如說像那個 我忘記你的報表出來 嗯嗯 可是你的報表是說 電腦裡面本身就有 還是說他們一般 就是像SAP系統 對就是你要 會自己建一個Database 那去拋上去 方便你去撈出這些資料 比如說一些人員的駕動率 機台駕動率 或說產能Output 出來的那個結果 比較難的話 其實我覺得有時候是 人比工作複雜 所以這樣聽起來這個 一個是人的對上對下管理 然後另外一個是 線上分析的這些東西 比較著重的可能是前一塊 這個工作的重點項目這樣 可能就是要跟一些作業員 搬亂 然後跟他們相處的好一點 那他們可能願意幫你做事 那你才能把這份結果 再網上禀報跟你的主管 這樣子一般你們 接觸到的作業員 他們通常是什麼樣子的 Background的 基本上 這個Background 牛鬼神神都有 那我了解了 都有 各路人馬 就是願意為公司奉獻的 付出的人們 有志之士 比如說假設我是作業員A 可能我們部門還有缺人 我就會拉我的好友B 一起進來 B進來之後 他可能會發現他尚有欺小 對 家有老母要養 那他可能會再把他老婆也給拉進 同時再拉進來 B的老婆 就會在 就像大媽們一樣 就是好奇各路人馬 說我這裡有好康的好料的 對 大家可以一起團購 團購進來 就是等於說 就是作業員他自己親朋好友啊 或者說兄弟姊妹啊 什麼樣子 就是剛好需要工作的 可能就會直接 拉進來 紛紛跳槽過來 聽起來好像 情況也沒有到很糟糕嗎 就是說 我剛原本想說 搞不好 線上有以前是 混兄弟的啊 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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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哪有問題 這哪有問題 這樣好像剛才會有偷刀啊 都會有到這樣子嗎 還是說 是沒有 但是有傳言那時候別的部門 一言不合就約站公園 約站隔壁廠房外的公園這樣 下半後在那裡登地 再這樣 泡泡茶 一言不合就踹公 要打去練武士打 你最近遇到的情況可能還沒有到就是 是真的說就是比較物理上難處理的這樣 但其實也有遇過 物理的問題 有前科的同事的問題 前科相關會有什麼樣子的影響 他當時在報道的第一天 就是我們HR不是叫我們交一些帳戶啊 什麼樣子 身分證 畢業證書 他是全部都沒有一個有帶到 他只有人道而已 他就真的是空手道 空手道啊 我空手來 空手來是很給面子 要是要帶傢伙來 就不知道是什麼情況了 這樣子 就還是上線了 畢竟他還是有想要為公司打軍的 對他想要記一份心力 記一份心力 看來產線真的還是蠻缺的 他也是呼朋引伴 他的女友他也一起帶過來 因為他們兩個剛好同居 所以等於說他們希望上固定的班 因為我們也是有早班中班夜班這樣 那時候的主管就希望說不要把他們兩個塞在同一個班 因為你這樣講他們兩個可能要出去玩什麼的 一次就少了兩個人 就變成說一個是早班一個是夜班 那空手道大哥就有點不高興了 他就可能下次就不是空手道啊 下次就是代傢伙 就是說如果你不跟我 我的女友排在同一個時段 那我就是離職走的 我就直接喊離職走的 對 等於說他就要讓你知道兩倍借王犬 就是 今天不只是讓你排班的時候兩倍 這次離職也是一次是兩倍 那後來高層也沒有怕他 其實他就覺得說你就只是一個助益員 但是因為你離職要跑程序 還是要請這位空手道大哥回來簽離職單 結果沒想到他打電話也不接 HR找也找不到人 就等於說直接不打算回來 那是後來我很有責任感 我還是聯絡到這位空手道大哥 那他才 但是他當下接到電話是直接跟我嗆名說 你們就算什麼要我還你們識別證什麼的 我也不去還你們 反正我現在有竊到前科 你們要報警抓我 你們就去報也沒關係 所以後來呢 這個真的還是有找到他簽名嗎 後來還是好說歹說 有把他給攏住回頭請回來了 對對對 那時候有警衛全程陪同這位大哥 真的是情深榮義送神難深刻體會 空手道大哥當時你們組長會 就是OP要進來組長會面試嗎 還是真的是像就是有的那個公司就直接 門口擺攤然後HR看一下說OK 你就忽然隔天就 喔怎麼有一個人來了這樣子 我們沒有權利啊當時沒有權利 因為我們算是掛小組長而已 沒有說到管理職的職位 所以你沒有這個用人主管 所以真的還有一個更大的組長 然後他是面試的時候他會真的 對對對 畢竟他有核心的那個條件可以跟他談 那HR那邊的話其實是看公司啦 就是說有的公司是HR佔比 有這個權利去reject掉這個人 對那有的公司可能就是 欸你們用人主管單位說得算 這部分我們比較沒有辦法去介入說 到底會有什麼樣的人來開箱 還真的是三明治 而且是三明治裡面的那個真的是醬料的部分 真的是醬料的部分 還不是肉排這樣 那時候總共有跟用人主管說 阿忍你早天還 其實是我這樣稍微complain啦 就是多多這樣complain 但是他們也說 因為目前找不到好蘋果可以吃的 對一般線上的OP流動率大概怎麼樣 短的話可以很短 短的話就是大概一兩個禮拜 對一兩禮拜或三個月內 基本上就可以走了 那時候沒有去統計一個數字 但是應該都有10%左右 其他有留下來大概就會久一點 可能一年或兩年 或是差不多 甚至就是 一輩子 一輩子 一年兩年或是一輩子 一般OP大概薪水他們會是怎麼算 或是他們輪班方式是怎麼輪 薪資的話通常都是盡量都踩到底線 就是符合勞基房 然後就是本心可能是符合勞基房 然後其他就完全靠加班 其他就是靡目的話就靠輪班津貼 就是也是符合那個目前現在 然後就是夜班就是8千塊這樣子 對那其他就是看自己公司 能夠端出多少獎金留住這些作為員 比如說端午啊中秋分紅 不過是科技場其實還是比7000多一點 差別是在你有些作為員你要進產線 你要穿無乘衣啊 你一定要follow SOP作業 如果你沒follow的話 那就是會有懲罰什麼之類的 比較有個性的人不適合 應該是比較不適合進來當作為員 另外一部分就是說這種 如果很多這個親戚啊 或好朋友一起抱團進來的 會有什麼比較難處理的狀況 通常的話就是一定會有家族旅遊的狀況 家族旅遊 也對啊你如果就是 剛剛講的如果先生太太 很有可能會一起 整團一起消失 他們可能會先講 那就不好排辦了 那就是可能你得 甚至是挪別站的作為員過來這一站 請資源 請資源 請資源工作 那你會直接跳下去幫忙嗎 基本上我都是跳下去幫忙的 就跟7000的店長一樣 對其實我就是那一站的 你就是那一站的站長 我就是站長 就像缺診的情況 那你當然有時候自己挑去做 因為殘忍做不到 你還是會被履運嘛 可是那時候你石刻站是怎樣 它實際上是怎樣的 我說帶線的時候是 那時候其實我們就是把 它的零件上面的一些厚度給它健保 對有點像是施石刻的方式 那把一些它上面的算是細層 把它給吃掉 對把它吃飽這樣子 那只是因為它本身也是髒東西 因為它是從CNC那邊加工車出來 對那它有一些鐵屑什麼的 或是細的一些particle 那就是丟在我們這個酸錫石刻 對 那把它後度檢保 你也可以把一些 一些髒東西留在那一桶 酸裡面 所以它其實是 可能原本那個細的parts 它是可能細的快材 然後CNC加工 然後加工完之後 會進你們石刻 就偏酸錫還是什麼 這類的站別 對 其實還有一個專業一點 就是它要把那個聯繃桶的洞給撐開 因為你那個磚頭 是有固定的那個 光差的 對 就用再把它 酸錫把它擴空擴開 你們的作業員這麼稱之不清 它突然的東西怎麼缺拋品質 這個比較官方 官方的說法 一定就是follow SOP作業 follow SOP作業的時候 會不會遇到什麼挑戰 一定就是有人會不造SOP 對一定有人會不造SOP 其實我覺得他們也算是 自己小樣的拍檔市場 就是他可能 這一小時他就是 不想照這個做 下一個小時他突然就覺得很好玩 還是乖乖咀咀咀 有長官來看了 然後我就造SOP做 那這些貨當然就陸續又流 流到user端 但只要user端沒有反應出來 就是 就是可以的 這個新的製造流程其實是 獲得approved 這樣子 拍檔OK 可是其實應該是說 當然製造要照SOP 但通常後面還會有一些量測 短把 就是確保說 就是出貨前它是onspec 因為我們那時候的產線比較 傳產一點 對比較傳產一點 所以說他比較沒有很精密的兩側 大致上都是人為目視 因為我們那時候的PASS 到我這邊已經是要最終包裝出貨了 所以我們這邊只是說看一下表面的PASS 那兩側那邊其實在中間的生產過程就已經定案了 到我們這邊其實已經比較沒有需要儀器 或是說兩側工具什麼的 可是你們在說是用什麼方式的兩側光學嗎還是 用CMN的那種有那個 三點探針 對 它好像是類似三點探針去量 那後面其實還有AI 去看那個孔徑的那個大小 製造的時候就是 造SOP 然後這個線上有In-Line的那個 CHA 對 In-Line CHA 對 In-Line Monitor 對 怎麼樣很適合帶線 我覺得你喜歡寶鬧的人 絕對很適合帶線 你很喜歡跟人接觸 跟人家打聽一些八卦什麼的 一定也很適合帶線 對 因為這個經驗的話其實 也許你之後轉職也好 你可以跟其他公司說 你有這個管理作業員的一個帶線的經驗 雖然說你管的可能不是工程師 但是至少還是 對 這也是一個know-how 有辦法管一堆作業員 也是一個Megak 也許要Megak的 好像我在新竹那時候 客家人沒有多 所以如果你能懂一些客語 那當然是 是有加分的 有幫助管 對 嗨 大家好 我是小馬 那我之前在104那邊 有幫600位以上的人看過履歷 那也有把社會新鮮的人 以及轉職的通人 成功應徵到半導體產業 我到台積電的整合 有一位是營造業的 現在也到美商記憶體這邊 那如果有需要的話 也可以歡迎找我報名 履歷的見證 以及面試的模擬練習 謝謝大家